李思英敲门时 正好在崔义仔洗完碗打扫完毕 并为明天的生意做好准备的那一刻 这时机简直完美的 像是他一直在某处观察着它 义仔从厨房里探出头来 看了看门 看到玻璃上 飘着一个黑色的防毒面具时 他睁大了眼睛 怎么回事 突然这样 我有话要说 低声回答传了回来 还有什么想让我问的吗 义仔解开了记得紧紧的围裙带 走向门口 思英静静地站在门前 仿佛在等待有人开门 我拉开推拉门 黑色的身影终于跨了一步进来 而他连坐下都没有就说到 你去过松岛吗 就是这个 义仔带着不情愿的表情 是现在闪亮的黑色票权 和握着他的黑色手套 黑色防毒面具之间来回游移 每当他考虑是否 要基于他们之间的熟悉 而热情欢迎这个家伙时 这家伙就会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炸弹 让他无法真心相待 而且为什么黑色票这么普遍 这不是一张 价值数十亿韩元的票吗 明明所有人都想要拥有它 为什么那些通常连看一眼 都感到负担的人手中 却能一下子出现三张 义仔移开了视线 不再盯着这张对于普通人来说 过于沉重的票权 换了个语气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 李思音微微歪了歪头 认真地回答道 如果我在营业时间来 你会瞪着我 因为这样会影响生意 该死 他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义仔本来想转移话题 但一下子被戳中了要害 只好看向天花板 其实思音说的没错 如果这个家伙 在晚上生意时间来 思音的气场又会笼罩全场 晚餐服务肯定会搞砸 义仔也会像现在一样 不情愿地看着他 思音似乎故意低声嘀咕 像是想让人听到 他们不敢靠近我 也不是我能控制的事 不知为何 那个拿着黑色票的防毒面具 看上去很沮丧 即便防毒面具没有表情 男语正的话语 像物一般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思绪不断相互连接 李思音 这个曾在巷子里 踢打人的家伙 那个黑蛇头的家伙 毫无廉耻地 出现在公益广告里 普罗米修斯的实验体 那个带着毯子和枕头的李思音 可能曾孤身一人 坐在独物笼罩的废墟里 瞬间融化裂缝中的 主人的李思音 埋着脸在惧的肩头嘀咕着 惧救了他 但他已不再是惧 如今 那位再也无法找到的孩子 已是个混乱不堪的存在 从他们初见起 直到不久前 李思音在义仔眼中 便是廉价 惹人厌 奇怪的家伙 紧紧停着存在 就让义仔那 安静的小生活崩溃 因为从一开始就糟透了 正是因为李思音 那个除了顾客多之外 一直安静的解酒汤店 开始变得一团糟 但人们常说 只有了解了 才能看见真相 虽然与李思音的互动 是无意间发生的 但义仔学到了 比喻想更多的东西 好吧 把它当作一种枷锁吧 这是所谓的枷锁吗 良心的枷锁 你是说 你给李思音带上了枷锁 因为 你没有什么能给我吗 义仔深刻意识到 最近身边的人做得更多 猎人阶级的精神教育 需要彻底进行 这些孩子 最近真的太贪婪了 不管义仔的内心有多困扰 李思音仿佛没察觉到 继续低声嘀咕着 这次声音比之前大了一些 也许我该告诉你 我有多在乎你 我知道 义仔漫不经心的回应 默默地退后了一步 然而 李思音如幽灵般 察觉到了那微小的动作 防毒面具后闪烁的眼神 你要去哪 厨房 你不回答我的问题吗 没有了 我们有的是时间 先喝杯咖啡再慢慢聊 你喝咖啡吗 尽管这只是一个模糊的借口 但那尖锐的气场突然消散了 思音移开了视线 仿佛在回想起很久以前的记忆 眼神在左上方 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沉默了许久 他低声嘀咕 嗯 我不知道 这含糊的回答是什么意思 义仔变得更认真了 抱着手 小心翼翼的示意 坐下等着吧 让他惊讶的是 李思音真的顺从地坐下了 没有再说什么 确认他已经摘下了防毒面具后 义仔站在厨房里 陷入了沉思 这么晚了 还能喝咖啡吗 当然 咖啡因对S级觉醒者的身体 没有任何影响 尤其是对李思音来说 气氛也是需要考虑的 就像解酒汤店里的常驻猎人 喝烧酒时并不会醉 但他们每次都要喝上两瓶一样 再加上考虑到 发生在李思音家里的事情 他大概 也不像其他敏感的S级觉醒者那样 容易入睡 在这种情况下 别无选择 他必须展示出 能够俘获挑剔九岁小学生味蕾的终极配方 义仔从冰箱里拿出了一个黑袋子 和一些小白衫的槐花蜜 金色的光环 在他肩握勺子的手后闪烁 日常融入战斗 S 以激活 不一会儿 义仔自信地走出来 将纸杯放在了思音面前 原本靠着下巴 另一只手玩着手机的思音停了下来 问道 这是什么 米酒 这可不是普通的米酒 而是由米酒和蜂蜜 以及我为夏恩临时准备的白牛奶 特制而成的秘密米酒 我用一次性纸杯递给他 不用担心洗碗 我照顾了李思英省了钱 一举两得 然而 当李思英看到面前递过来的纸杯时 脸上露出了怀疑的神色 那咖啡呢 你不是睡得不好吗 思英带着奇怪的表情 凝视着义仔 义仔扎了扎舌 连觉都睡不好的人 还喝什么咖啡 喝点米酒吧 思英低声嘀咕着 拿起了纸杯 把手机放下 看来哥你也睡不好啊 所以我喝水 思英没有再回复 但乖乖地摘下了防毒面具 放在了桌子上 接着 他又看了看纸杯盒里面的液体 开始轻轻戳饮米酒 义仔坐在他对面 喝了口水 观察着他的脸 思英舔了舔黑色的舌头 眨了眨眼 随着动作 他那长长的睫毛 微微颤动 话说回来 你去过松岛吗 义仔摇了摇头 想起了藏在毯子下的那张票 没有 当绝在全国奔波时 他还真没去过松岛 而且 他今后也没有打算去那里 思英拖着塞 放下了空的纸杯 那正好 趁这次机会去吧 去松岛 为什么 最近到处都很热闹 他用下巴 指了纸墙上密密麻麻的招牌和海报 要说在这里没有听说过 那反而更奇怪了 义仔故意装出一副 若无其事的样子 回答道 是不是那个什么工匠展览 是啊 就是那个 我为什么要去 去约会 米酒是不是坏掉了 该死的 尽管义仔的表情扭曲 思英仍然毫不羞愧地继续说 这可是价值数十亿韩元的约会提案 思英用眼神示意 桌子上整齐排列的票 而对义仔来说 这些票并没有太大吸引力 因为他已经在毯子底下 藏了价值十亿韩元的票 没有理由去 也有很多不去的理由 义仔长叹一声 拿起了最大最坚固的盾牌 我没时间去松岛 我得经营我的店 你就跟他们说 你带奶奶去医院 关一天店 你只需要在工匠展览那天去就行 仿佛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幕 思英毫不犹豫地 给出了迅速地回答 仿佛他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所有的预期问题和答 思英悠然一笑 我听说老板的奶奶病了 我们该怎么办 嘿 拿奶奶当借口 如果你真的担心 我可以说带她去医院 并安排最高优先级 接下来呢 义仔拿起了第二个盾牌 一个地级猎人 怎么能参加工匠展览 他们问我票从哪来的我 该怎么办 这个也没关系 李思英翻找了他的储物栏 拿出一个看起来崭新的防毒面具 放在了票旁边 价值数十亿韩元的票 和两个防毒面具整齐的 摆在了旧而朴素的绿色桌子上 义仔如同第一次在电视上 看到李思英的公益广告时 一样困惑 实际上 正是那个进入别人脑中的思英 轻声说道 你只需要戴上这个 介绍自己是波涛工会的秘书组成员 你要我戴这个 和我一起出去的秘书组成员 必须戴这个 所以也不算稀奇 大家都会这样 不 我觉得 如果两个防毒面具 并肩走在路上会非常显眼 当两个人戴着防毒面具 走过街道时 我大概会回头看一眼 此时 义仔正在犹豫 是直接骂李思英把他赶走 还是礼貌地拒绝他 思英靠着下巴 斜腻着他 开口道 不过 哥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当我去了西院公会 思英带着微笑柔声问道 那个混蛋男语阵说了什么 为什么今天你对我这么好 义仔抬起头 紫色的眼眸 迎上了对方的视线 尽管嘴角微微上扬 他的表情却相当冷淡 角色特性 扑克脸 臂 激活 疯子 反应真快 幸好 扑克脸的特性 自然而然地启动了 义仔带着空白的表情 回忆起他对男语阵的疑虑 他是不是知道了一切 故意提起这些 难道男语阵 给了李思英某种暗示 毕竟他们说过是合作关系 但他很快打消了疑虑 当时 男语阵只是 认真的观察着义仔 听着李思英的过去 确实可疑 一个突然出现的盟友 竟然没有被任何人 怀疑其身份 没有质疑他的动机 更没有怀疑 他是一个突如其来的 强大存在 那种看穿车义仔存在的目光 就像是在 像是在确认他的价值一样 义仔紧张地吞了吞口水 尽管说那是药品的回报 给出两张黑票 或许表明 他符合了某种标准 或者通过了某种测试 男语阵似乎是一个 渴望新知识和真理的人 因此 他一定想分析 车义仔这位新出现的存在 然而 由于只是短暂的观察 他收集到的信息 一本未完成的书 留在他的图书馆中 如果情况如预期 那么男语阵 就不会把他与李思英的对话 分享出来 如此一来 可以认为李思英的直觉 如同野兽般敏锐 最终 他的反应完 全是基于义仔变化的态度 这让他不禁感到疑惑 难道仅仅因为 他变得稍微柔和一点 就值得如此谨慎吗 他微微眯起的眼睛 仿佛在问 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清静 这个 一个自称不信任他人的人 难道自己也缺乏信任吗 义仔觉得有些荒谬 但决定暂时真诚地继续下去 你说我对你很好 我做了什么 这个 李思英轻轻地拍了拍手中的纸杯 这个 义仔皱起眉头 看了看纸杯 又看了看思英 如果李思英对好的标准 仅仅是因为 他给了他一杯米酒 那么李思英的善意标准 该有多低 他正准备回应 却突然看向思英的脸 那细致的五官 带着疑虑的神色 这家伙只是 个孩子 情绪上不比下恩稳定 竟然能因为这么小的事情 改变态度 思英稍微歪了歪头 低声嘀咕道 我只见过男语镇 那家伙话可真多 那是 事实 尽管只教话了几句话 他控制谈话的能力 确实非凡 不给对方留任何开口的机会 李思英轻轻抹扎着纸杯的顶部 缓缓地说道 你不是那种会听别人话的人 这让我更加怀疑 他突然开始用言语攻击了 我很好奇他自以为是什么 竟然插足我们之间 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契约关系吗 义仔正准备反驳 却咬住了舌头 思英语气中的强烈 让他感到意外的压力 此时 思英轻轻地闭上眼 又睁开 嗯 我想我已经说出了 我能推测的一切了 随着一个似乎在挑战 他回应的点头 义仔迅速开始思考 首先 最好隐藏男语镇 关于李思英过去所说的内容 当然 这无异于在背后说他 但同样的 谈论男语镇的事情 似乎也不合适 义仔试图找个借口 但最终放弃了 他摇了摇头 坦诚地回答 即使我对你好 也成了问题 说真的 你觉得给一杯米酒就是好 对了 这是出于感激 你知道吧 思英脸上浮现出一丝 难以置信的表情 感激 为了什么 你带奶奶去医院了 那从一开始 就是合同的一部分 而且是我先提出来的 不 而且你还照顾了夏恩 尽管很难相信他居然做了 公共服务宣传片中的手势 但至少他曾在那里 确保夏恩 没有在图书馆迷路 义仔难难自语 当我被卷入裂缝时 你来帮了我 如果从技术上来说 那也是合同的一部分 回想起来 当他还以聚的身份活动时 从来没有人帮过他 相反 他是那个去帮助别人的人 因为他是聚 一切都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来应对 这就是那时的情况 短暂的沉默落下 但他的思绪过于混乱 几乎没有注意到他 说完话后 义仔意识到 自己与李思英的关系 比他最初想象的要深入 并且 他从中也获得了不少帮助 一旦开始说话 那些好意的故事 如同破滴的洪水般涌现出来 车义仔擦了擦嘴角 然后移开了目光 突然自动服务台和摩石的存在 映入了他的眼帘 摩石之源是由 波涛工会会长李思英提供的 疯了那也是李思英 义仔咬紧牙关 迅速补充道 好吧 如果当时你不在 商店可能已经着火了 我可能会因为 救护车盗窃嫌疑而被通缉 谁知道呢 你不会真的 打算偷救护车吧 一声短暂的笑声爆发了出来 李思英稍微捂住了嘴 笑了起来 我还在想你 为什么问我驾照的事 真是疯子 你知道什么 商店好不容易避免了麻烦 尽管思英的脸上带着疑惑 但他的表情看上去相当满足 他继续不动声色地试探着 然后呢 然后什么 没有其他感谢我的理由吗 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他是不是应该把 难与真的话告诉他 为了应付李思英的疑虑 他似乎已经泄露了 一个很深的秘密 思英语气中的锋利氛围 突然变得柔和了些许 李思英的话中 先前的戒备 似乎松懈了些许 一仔不禁感到羞愧 深深叹了口气 用一只手捂住了眼睛 真是的 没有人值得信任 却总是有这样的传言 尽管一仔的语气讽刺 他的表情却没有 他轻轻地用手指敲着桌子 如果你真的那么感激 那就接受我的约会请求 最终 谈话绕了一圈 回到了原点 一仔咬紧牙关抱怨道 不 为什么 我只是完全不想去 即使他从顶尖的位置 被挤下来了 他仍然是全国第二名 李思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秘书在他身边移动的场景 也同样引人注目 你也叫我低调生活 我只想在这里卖泻酒汤 你可以出去 然后悄悄地回来 一仔无意离开 这家略显嘈杂的解酒汤店 步入那场战斗 此外 他积累的事件 足以让他长久地 留在公众的视野中 但李思英似乎 没有任何让他走的意思 你为什么要带上我 约会 别胡扯约会 说清楚 嗯 我独自去会很孤独 李思英偶尔会说出一些 让人无言以对的言论 车一仔咬紧牙关 回应道 你不是要和裴元宇一起去吗 大惊小怪的 嗯 他会去的 那你就和裴元宇一起去吧 你很少叫我的名字 却毫不犹豫地 叫裴元宇的全名 哈 你知道你真的很烦人吗 李思英 我听到很多这样的评价 只有在他的名字被叫到时 思英才满意地回应 用N拉长了音调 车一仔轻轻叹了一口气 翻了个白眼 我讨厌人群 尤其是那种活动 李思英微笑着看向一仔 低声说道 你知道 你不会孤单的 一仔 做出前往松岛的决定 是由于一仔的原因 和李思英的威胁 时间无情地流逝 匠人展览会的日子 清晨终于到来了 一仔站在节酒汤餐厅前 身穿李思英送来的 深蓝色西装和鞋子 一张A4纸贴在门上 在清晨的威风中 可怜地飘动 匠人展览会当日休夜 理由 带奶奶去医院 希望奶奶身体健康 李思英送的西装非常合身 既不宽松也不紧绷 他是怎么知道 他的尺寸的呢 车一仔心不在焉地 摆弄着外套的袖子 片刻后 李思英熟悉的身影 从拐角处出现 他看上去和往常一样 慢慢走向节酒汤餐厅 双臂交叉 眼神从车一仔的头 到脚打量了一遍 显然不太满意 一仔感受到他的打量 表情也不由自主地变得僵硬 怎么了 领带 你打得好吗 这是一句出乎意料的话 但一仔不禁感到一丝自豪 耸了耸肩 毕竟 他是跟着YouTube上的教程练习过的 然而 思英伸出手指 轻轻一弹领带 把他弄乱了 我就知道你打不好 你这是找事吗 你打不好 我正好帮你打 早上就开始这样胡闹 真是的 车一仔不耐烦地扎了扎舌 李思英沉默片刻 摆弄着领带 然后从他的物品栏里 取出了一张员工证和一个防毒面具 员工证上显示的是一个普通人的照片 名字也印在上面 郭涛工会秘书团队 金圣斌 一仔将员工证挂在脖子上 问这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真人吗 是的 暂时戴着 当他戴上防毒面具时 一双黑色手套伸过来帮他调整 早晨在一家老旧的节酒汤餐厅门前 两个戴着防毒面具的人 帮助对方的情景 要是有路人看到 肯定觉得很奇怪 幸好这大清早的没有人路过 李思英喃喃自语道 以防万一 说话时尽量把声音压低 只让我听到就行 一仔没有回答 点了点头 黑色手指敲了敲防毒面具的过滤部分 你知道猎人的耳朵很灵吗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波涛工会 秘书团队的议员了 哥 他低沉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笑意 一仔大致猜到他接下来会说什么 表情有些阴沉 思英似乎通过防毒面具 察觉到他的情绪 笑着问道 礼貌用语 可以做到吧 一仔紧紧闭上了眼睛 这个家伙 他是不是故意叫自己来的 当然思英说的有道理 如果秘书对上司随便说话 肯定会引起怀疑 一仔决定放下烦恼 想着是时候展示自己的眼睛了 心情也轻松了不少 称呼会长就可以了吧 李思英会长 太长了 你觉得这里有多少工会会长 如果被别人听到会弄魂的吧 哼 我就叫你会长 无视他的无理抱怨 思英耸了耸肩 从物品栏里拿出了一张紧急传送符 随你便 我会抓着你的胳膊 你有很多这个吗 每次见到你都在用 开车到松岛太麻烦了 这算什么资产阶级的说法 正当一仔打算抓着思英的胳膊 开始一番 对花钱无节制的排行者的教训是 他毫不犹豫地撕开了紧急传送符 当他睁开眼睛时 发现自己 站在一栋从未见过的大楼前 那应该就是 举办匠人展览会的松岛会议中心 沿着整节的马路 每个路灯上都悬挂着 与匠人展览会文票相同设计的横幅 中心的外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横幅 上面是红一城竖起大拇指的照片 匠人两年后再临 天才红一城 匠人展览会 可能因为是清晨 周围没有太多人 一些记者和粉丝 裹着厚重的羽绒服和毯子 挤在入口附近 但似乎猎人们还没有到来 对一仔来说 这算是松了一口气 在中心宽敞的入口处 站着四个猎人 面露疲态 当他们看到两个 戴着防毒面具的人 朝入口走去时 明显吃了一惊 等等 什么情况 这么早 两位 李思英毫不犹豫地 递出了两张黑色门票 慌乱的猎人 赶紧用手掌中的小设备 扫描门票 黑色表面闪烁着蓝光 像星星一样形成了字母 是的 门票确认无 郭涛工会会长李思英 旁边的这位是 秘书 猎人的目光 落在一仔脖子上的员工正上 他似乎很想看看 防毒面具下的脸 嘴唇微微抽动 但在接受到 思英冷漠的注视后 立刻低下了头 是的 请进去 李思英的通行无阻 让人印象深刻 他们进入中心时 甚至没有被要求 摘下防毒面具 进行身份验证 一仔心想 这应该就是权力的滋味 当他环顾内部时 他看到角落里 有一个卫生间的标志 于是轻轻戳了戳思英的背 会长 我要去一下洗手间 走在前面的思英 猛地转身看向一仔 他身上散发出一种 明显的不满气息 刚倒就打算抛笑我 我觉得 我需要点心理准备 才能一天都用静女 啊 李思英双臂交叉 嘴角开始露出一丝微笑 金圣兵不像是那种 很有准备的人 对吧 如果我不准备好 可能路上就会骂人了 你不介意吗 两个人戴着防毒面具的沉默 让空气中 充满了一丝火药味 最终 思英微微点头 似乎是默许了 一仔赶紧从他身边退开 急匆匆地 向他之前 看到的洗手间走去 他能感觉到 思英的目光一直跟随着他 但至少他没跟过来 幸运的是 卫生间里没有其他人 一仔走进最里面的隔间 锁上门 安静地坐在马桶上 轻轻叹了口气 自从收到西装后 一仔已经在 内克斯比的帮助下 记住了著名猎人的个人资料 精神上早已疲惫不堪 再加上防毒面具 限制了他的视线 更是让他紧张不已 李思英怎么总是戴着这个 他作为具实用的面具 是一个方便的物品 甚至还能调节声音 现在戴着这个闷人的防毒面具 让他更加怀念 他的救面具 在西海裂缝被击退前 他的救面具已经破碎 无法再用了 一仔小心翼翼地 检查他的物品来 他发现了几个常客 送的解酒汤药剂 一颗巨大的蛇膝毒牙 占据了很大的空间 那颗成为所有 邪恶源头的诅咒宝石 还有两张黑色门票 除了药剂之外 光是他拥有的这些物品 就足以在会议中心 引起轰动 这感觉就像是一个班主人 被分配到一群麻烦学生中一样 一仔隐约能理解 从未做过老师的他 此刻竟有了一丝相似的感受 其中尤其棘手的物品 是诅咒宝石和黑色门票 宝石倒是其次 但他真希望 能把那该死的黑色门票 扔到垃圾桶里 然而 在他思考如何应对这一切时 耳边传来了刺耳的声音 个人资产检索器激活 一仔下意识地猛地 拉下防毒面具 几乎摔倒在地 在洗手间收集情报的过程中 红一诚本人 居然走进了 车一仔隔壁的隔间 开始稀稀疏疏地弄些什么 外面有许多脚步声和等候的人 应该就是他的安保团队 车一仔默默地叹了口气 尽管敌人就在自己隔壁 他却不能轻举妄动 我就想揍他一拳 虽然红一诚自投罗网 来到了他身边 但他带来的随从 却让局面不妙 即使车一仔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静止离开 洗手间只有一个出口 他难免会与外面的保安队伍碰面 更糟糕的是 他们可能还会检查门票和身份证 最终 他只能等到红一诚自己离开 感到有些苦恼 车一仔不自觉地 摆出了罗丹思想者的姿势 你来上厕所 就快点解决完事离开啊 虽然他自己也没再真的上厕所 他还是朝着隔间的墙壁怒目而视 仿佛能瞪出一个洞来 如果一直拖下去 他担心李思音 不 甩了甩头 担心 不可能 车一仔 纠正了自己的想法 无论如何 如果他迟到 事情只会变得更糟 在最坏的情况下 李思音甚至可能会亲自来找他 考虑到他以往的举动 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 李思音有时候 总会做出一些奇怪 又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明明是劝他安分地生活 结果却把他拖到了松岛 这里可不是约会 只不过是让他当跑腿的 该死 红一诚先生 您还好吗 他似乎工作遇到了一些麻烦 我们再等等吧 车一仔的思绪 被红一诚的绝望叫声打断了 他死死盯着墙壁 仿佛要把墙壁瞪穿 靠 谁上厕所能发出这种声音 红一诚一边嘻嘻嘟嘟地弄着什么 一边时不时 发出类似受伤的小鹿般的叫声 好在外面的保安 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一幕 并没有冲进来 听着他的叫声 车一仔继续思索着 红一诚和他的装备 是这次将人展览会的主角 可为什么这位主角 会像个无处可去的人一样 困在厕所里呢 他应该有专门的后场室才对啊 从他在inheart上发布鸡蛋照片 找魔法时的那一刻起 车一仔就该知道 红一诚这个人不太正常 感到焦虑的车一仔做出了决定 既然无法避免 不如趁机搜集情报 他非常想把红一诚打晕 然后逃走 但眼下没有明确的逃生路线 他很快就会被抓住 车一仔选择了刺优方案 他朝隔壁的隔间靠近 竖起耳朵专心听着 红一诚继续鼓刀着什么 时不时发出一声声叫喊 奇怪的是 反倒是外面猎人的对话 更容易听到 但他为什么进了厕所 他可以在后场室里测试啊 他说后场室空间不够局促 他需要一个更小的空间 既然这样 为什么不弄个便携的箱子 你这是在滥用箱子 那是用来储存粮食的 不是用来装人的 他说如果处理不当的话 可能会爆炸 车一仔的眼睛睁大了 什么 还在听着隔间里传来的按钮声 他意识到 隔壁有人在鼓刀爆炸物 正当他陷入思索时 外面的猎人低声说道 我们是不是该更谨慎些 如果这里爆炸了 后果很严重 是的 赶紧制止他 把他拖出去 难道你们想让这栋楼炸掉吗 车一仔默默附和 但回答却很冷淡 只要他没有试图逃脱保安 或做出威胁自己安全的举动 我们被指示 让他随心所欲 可他现在做的事 难道不是对安全的威胁吗 他可是S级 即便爆炸了 他也能活下来 而且 即便我们试图阻止他 他也不会听 就算厕所爆炸了 他是个有钱的创作者 修个厕所不费事 显然 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 外面的猎人们依旧淡定 问题是 这些猎人们 只相信他们的力量 根本没有安全意识 他们需要一场重大事故 来清醒过来 车一仔集中精力 听着隔壁的动静 红一诚摆弄了一阵后 满意地喊道 搞定了 与此同时 第一 刺耳的警报声响车耳边 震耳欲聋 不仅警报响了起来 红灯也开始透过 隔间的墙壁闪烁 外面等候的猎人们 迅速行动起来 这真的要爆炸了 车一仔挪动到隔间的另一边 思索着 是否应该立刻逃跑 虽然他不会受伤 但他那昂贵的西装 可能会被毁 而他可没法轻易换一套 然而 这场混乱的始作俑者 红一诚 却丝毫不慌张 哎呀 争吵啊 发生什么了 是故障吗 红一诚先生 您还好吗 原本安静的厕所 如今充斥着警报声 和猎人的脚步声 红灯不断闪烁 红一诚大声叫道 没事的 我可能误出了什么 不用担心 为了安全起见 请您到外面来 等一下 红一诚解锁 并打开了他的隔间门 似乎还把设备带了出来 让整个厕所闪烁着红光 车一仔默默叹了口气 看着不断闪烁的红灯 红一诚继续说道 真的没什么事 这是一个 用于检测 未注册门票的设备 用来防止盗窃的 但他突然想了 那不能关掉他吗 不行 他不会停 也许我可以拔掉魔法石 确认红一诚安全后 紧张的猎人们 似乎放松了些 一个猎人开玩笑道 或许有人 有未注册的门票 拜托 现在大家手上的门票 应该都是蓝色字了吧 等一下 车一仔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蓝色的字 他想起了 在会展中心入口 看到的场景 一台小设备 扫描门票 黑色表面上 闪烁着蓝光 组成了字母一诚 如果那台设备 不仅仅是 确认门票的真实性 还能注册门票的话 那么 车一仔的脖子 感到一阵发凉 他匆忙 打开了自己的物品栏 红一诚的设备 很可能是 根据他的觉醒技能 并遵循系统的规则 制造出来的 而物品栏 也同样遵循系统的规则 他的不祥预感 果然成真 他们用来进入的门票 全都在李思英手中 这意味着他的门票 仍处于未注册状态 因此 这传感器 真的有那么敏感吗 那台设备 很可能正在检测 他物品栏中的 未注册黑色门票 导致了这一系列的混乱 车一仔不需要再确认 这疯狂的工艺水平了 他该多造些有用的装备 而不是这些东西 正当车一仔 朝着红一诚 投去愤怒的目光时 外面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等一下 其中一个猎人 我没有感知到任何人 那会是清洁用品贵吗 清洁用品贵 会从里面锁起来吗 车一仔面临了一个抉择 他是该相信自己的 无声步伐技能 保持不动 还是假装 自己是个无辜的旁观者 听到猎人向门走来 他决定装作困惑 且紧张的样子 像一只慌张的羊 啊 这里有人 猎人的态度 瞬间变得锋利 他坚定地说道 请出来 车一仔想起了 他在节酒汤餐厅 见到的那些丧尸 那些因生活艰辛 而面目憔悴的模样 他松开领带 稍微解开了衬衫扣子 还松了松外套 让自己看起来有些狼狈 确保他的工作证 清晰可见后 他解锁了门 像个被宿罪 折磨得不成人形的人一样 亮亮呛呛地走了出来 在刺耳的警报声 和闪烁的红光下 一个身穿西装 浑身发抖的狼狈男子 从远处的隔间走了出来 猎人们看到这不合十一的人类后 脸上都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车翼仔紧紧抓住洗手间门把手 颤抖着轻声说道 抱歉 我实在是太紧张了 你是哪个组织的 波 波涛工会 秘书部的 波涛工会 是的 我是来协助李思英会长的 但是我太紧张了 车翼仔装作在防毒面具的过滤器里 干傲的样子 波涛工会的李思英 如果他是一个人来协助会长的 紧张也合情合理 猎人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同情 挂在他脖子上的波涛工会工作证 看起来很可怜 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 充满压迫感的气息 悄然逼近 下一秒 一个低沉嘲弄的声音打破了寂静 看来保镖们关系挺密切的吗 猎人的目光 从车翼仔转向了声音的来源 李思英双手插在口袋里 直接朝车翼仔走来 连看都没看其他人一眼 连上厕所都一起 都 黑色的靴子停在车翼仔面前 在闪烁的红光 和震耳欲聋的警报声中 一个高大的身影笼罩着车翼仔 他微微歪着头 他的气场就是如此强大 他那自称的秘书 带着防毒面具从洗手间爬出来 瞬间就被比了下去 车翼仔一直低着头 看到李思英赠亮的靴间时 悄悄松了口气 这么大动静 他不可能不来 期待李思英来到洗手间 是一场赌博 现在他有了那么一点信心 如果他这边出了什么事 李思英至少会露面 当然 即使他没来 车翼仔也能用他的眼睛应付过去 车翼仔站在李思英身后 让自己的身体被李思英挡住 用仍然颤抖的声音说道 我 对不起 会长 李思英眨了眨眼 他似乎还是有点困惑 好像还没完全搞清楚状况 车翼仔悄悄地用手指 戳了戳李思英的肚子 示意李思英配合他 然而 他指尖的感觉 更像是戳到了一块硬东西 为什么这么硬 是石头吗 两人因为不同的原因 瞪大了眼睛对视着 一个在疑惑 为什么人的肚子这么硬 另一个则在想 除了怪物 还没人敢戳他的肚子 就在李思英准备改变姿势之前 车翼仔回过神来 快速地看了一眼后补充道 我 我吃了一颗镇静药 我现在没事了 我只是因为这是第一次 所以很紧张 李思英发出一声 介于笑和叹息之间的声音 他眯起眼睛 从头到脚打量了车翼仔一番 目光在他松垮的领带上 停留了片刻 然后移开了 好吧 李思英拉长了声音 悠闲地交叉起双臂 我希望你能证明 但我来不是一个错误 很好 幸运的是 李思英很会演戏 他完美地扮演了 一个专横的老板的角色 车翼仔低下头 顺着李思英的助攻回应道 是 长官 我会尽力的 尽力还不够 你必须做好 这是一句出乎意料的话 但车翼仔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尽管他的声音仍然在颤抖 我会尽力做好 猎人们似乎不知道 什么时候该插话 都保持着沉默 但是从宽阔的肩膀后 面偷偷看过来的目光 却显得很着迷 仿佛在看一场戏剧 李思英用手指敲着手臂 悠闲地问道 秘书 你加入多久了 一个月 啊 一个月 是的 没错 一个月了 也没什么变化 你今天最好好好表现 是 长官 如果你在秘书组 你就应该专注于我 只是因为你不舒服 这个混蛋 车翼仔感到一股怒火涌上心头 怒怒而逝 李思英正在表演一场 不请自来的 火热的表演 多亏了他 任何人都会认为 车翼仔是一个可怜的新手 好不容易进入了 波涛工会秘书组 但和会长李思英单独出来后 因为紧张 在洗手间吐了 现在 她故意这么说 每一句话都像是艺术 即使车翼仔并不是真正的秘书 她的内心也被刺痛了 也许这不是方法派表演 也许她本来就是这样 车翼仔咬着牙回答道 我会 尽力的 真的很抱歉 是的 以后要做好准备 否则 我会一直等你 真是个记仇的人 他们的目光再次相遇 李思英眯起眼睛微笑着 但很快 笑容就像潮水一样退去了 她放下双臂 朝洗手间的入口点了点头 走吧 啊 是 明白了 当李思英转身时 一直饶有兴趣的 看着他们对话的猎人们的脸 又变得紧张起来 只有洪一诚 兴高采烈地举起双手 李思英 我现在可以打招呼了吗 洪一诚本人 是一个相当帅气的年轻人 除了她远眼睛里 让人不安的光芒外 她可能会被误认为是一个疯子 李思英 看起来关系不错 点了点头打招呼 所以这就是所有噪音的来源 她的目光 转向洪一诚手中的设备 洗手间仍然像屠宰场一样 我好不容易让她工作了 但她一直在想 可能是故障什么的 这是什么 一个未注册门票探测器 洪一诚骄傲地挺起肚子 这个顶级物品 甚至可以检测到 隐藏在物品栏中的未注册门票 我的杰作 嗯 李思英盯着这个设备 喃喃自语道 如果她像那样想 那不是意味着 有人有未注册门票吗 应该是这样 但是 洪一诚很快就变得沮丧起来 我用了三个小时做出来的 所以我不确定 她是在检测真正的未注册门票 还是只是出故障了 这里的每个人 都注册了他们的门票 对吧 你和你的秘书也包括在内 我们注册了 一个听着他们对话的保镖 小心翼翼地问道 请你能让我们 看看你的门票吗 对不起 但再看一次 李思英一言不发地 从她的物品栏中 拿出两张门票 展示给他们看 门票表面上蓝色的字母 闪闪发光 猎人们确认了字母后 点了点头 谢谢你的合作 该死 也许我设置错了 她一定是对注册门票 也有反应 一直在静静地观察的车翼仔 咬着嘴唇 如果李思英没有及时出现 这可能会变得非常麻烦 他们可能不得不对 这里的所有猎人 进行物理记忆消除 谢天谢地 没有必要这样做 李思英的气场 在除了醒酒汤饭店的任何地方 都很强大 李思英把门票放回物品栏 难难自语道 如果你把那里 实用的技术应用过来 你可以扫描某人的整个物品栏 这是一个邪恶的想法 无视他人的隐私 红一诚也难难自语 用手捂住嘴 多么邪恶的想法 我把它当作一种赞美 嗯 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 但不可能 这个机器的机制 我该怎么解释呢 他追踪嵌入我制造的 物品中的芯片 你只能在你制造的物品上 使用它吗 正是 红一诚点了点头 用一把弯曲的刀 把一块红色的魔法石 从探测器上分离出来 刺耳的警报声 和闪烁的红光终于停止了 红一诚短暂地叹了口气 把工具放进他的口袋 挠了挠他蓬松的头 如果我想在 进入大厅的每个人身上使用它 我就得把它修好 并进行适当地测试 什么 一个问题 接着一个问题 红一诚摆弄着魔法石 眼睛明亮地挥了挥手 我会修好这个 然后在里面见你 不要对你的下属太苛刻 对他苛刻 李思音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 回答道 我只是在照顾他 猎人们看到大防毒面具后面 跟着小防毒面具 没有怀疑什么 反而看起来很同情 有些人 甚至做出小小的战斗手势 来为车一仔加油 看来车一仔的表演和李思音 稍微真诚一点的方法派表演 效果很好 当他们离开洗手间 把人群留在后面时 李思音不满地嘟囔着 为什么这么多人围过来 车一仔完全同意 他不必要地清了清嗓子 戳了戳李思音的背 李思音 会长 我们能谈一会儿吗 当然 他没有等李思音的回答 时间紧迫 车一仔快速地环顾四周 确保附近没有人 然后抓住李思音的胳膊 开始把他拉到某个地方 李思音顺从地跟着车一仔 任由他拉着 他们来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没有人 只有堆积如山的行李 呼 车一仔深吸了一口气 摘下防毒面具 露出微微泛红的脸颊 和凌乱的头发 他没有费心去整理 自己凌乱的外表 而是把李思音推到墙上 双手放在他防毒面具的两侧 李思音 会长 嗯 我们需要坦诚相待 对吧 因为 嗯 我们是契约关系 你真啰嗦 尽管被按着 李思音仍然很放松 他静静地看着车一仔 然后伸出手 他小心翼翼地触摸着 车一仔凌乱的头发没烧 李思音一边摆弄着头发 一边喃喃自语 我不记得 我们曾经如此直接了当 和毫无保留 嗯 从现在开始 啊 从现在开始 是的 在事情变得不可收拾之前 我会坦诚相待 李思音歪着头 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车一仔短暂地深呼吸一下 与李思音对视着说道 我有 一张未注册的黑色门票 两张 沉重的沉默 充满了他们之间狭窄的空间 车一仔没有避开 李思音脚狭的紫色眼睛 过了很久 李思音终于开口了 我明白了 我开始明白了 一直玩弄着 车一仔头发的黑色皮手套 碰到了他的后颈 手往下移 探索着他笔直的脖子 好像试图伸进他的衬衫领子里 然后他像一条蛇一样 缠绕在松垮的领带上 轻轻地拉了一下 车一仔本可以反抗 或者把那只手推开 但是 算了 车一仔顺从着拉力 微微抬起了目光 李思音的脖子 仍然散发着甜美的香气 那就意味着出问题了 手套慢慢地解开了领带 拿着完全解开的领带 李思音微微低下头 防毒面具的过滤器部分 碰到了车一仔的额头 李思音轻轻地咆哮着 那是谁 给你的那张票 虽然他不明白 李思音为什么生气 但为了和平解决 车一仔决定冷静地回应 未来不是更重要吗 如果他们知道 我是因为那台机器才来的 那会很麻烦的 这是你的麻烦 不是我的 你在说什么 我们是一起的 一起 李思音冷笑 你连是谁给你票 都不肯告诉我 好像 他真的很扭曲 或许李思音身上 散发出的甜香 其实就是裹着糖衣的扭曲糕点 车一仔暗自咬牙 感谢自己的扑克脸特质 现在是否该告诉他 票是南宇正给的 不 本能告诉他 最好不要提起 那些让他在危机中幸存的 敏锐直觉警告他 现在提到南宇正 只会带来灾难 李思音微微歪着头 俯视着车一仔 还是不打算告诉我 嗯 李思音 嗯 那我就得猜了 抬头看我 你没有忽视我 对吧 先听我说完 秘书也需要知道 李思音戴着手套的手 轻轻地抬起了车一仔的下巴 两人的目光相遇时 李思音开始扣好 车一仔松开的衬衫扭扣 并整理他的衣领 工匠展览的门条 是在猎人频道限量出售的 一频道的剩余票会转到二频道 如果没有剩票 那就不卖了 除了海外配乐 原来如此 如果他提到在番茄市场 或普通猎人那里买票 那可能会造成灾难 幸好他从模式事件中 学到了教训 多亏了这个系统 根本不可能隐藏 哪个猎人买了多少票 黑色手套捏住了 衬衫领子下的领带 几下动作后 领带被整齐地系好了 这次 我买了四张票 一张给裴原宇 一张给工会成员 一张给我自己 就在车一仔以为 自己快要被勒死时 动作停了下来 李思音整理好车一仔的领口 低声说道 还有一张是给你的 黑色手套最后修整了一下 他凌乱的外套 然后终于松开了手 车一仔恢复了 原本的整洁模样 仿佛刚刚的狼狈 不曾发生过 其他人按需购买了票 但是 车一仔收回了 他一直放在李思音脸旁的手 他短暂叹了口气 用手拨弄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你明明已经知道答案了 为什么还要问 李思音的声音低沉下来 变得更加阴郁 你肯定和南宇正说了什么 他该告诉李思音 他和南宇正谈论了 自己过去的事吗 不 现在提起只会适得其反 车一仔决定透露一点真相 你告诉南宇正 我给他弄到了那些药 对吧 所以 他为了感谢我 把那些东西给了我 他说 那对他的研究 有很大帮助 我没什么用 所以 本来打算把他们扔掉 可是他们烧不掉 没法处理掉 只好戴在身上 如果早知道红一诚的道具 会有这种反应 我肯定会把他们扔在汤店 即便车一仔解释完 李思音还是微微歪着头 尽管那股锋利的气场有所减弱 但他仍然用一种偏邪的目光 看着车一仔 该死 这家伙还是用那种邪眼看我 就像比萨鞋塔一样 车一仔忽然伸手 去抓李思音的防毒面具 可李思音立刻用双手抓住了他 原本紧张的气氛瞬间消失 他们开始抢夺面具 当李思音一根根 掰开车一仔的手指时 低声嘟囔着 你这么做 是因为你已经没话说了 明明是你没话说吧 别动 放手 我走了 李思音 摘下来 不 快点摘下来 我说不 李思音不耐烦地回应道 那你为什么 不和南宇镇一起来 不 我本来根本没打算来这里 是你威胁我来的 威胁 哈哈 李思音再次冷笑 也只有你 会把价值数十亿的约会提议 当成威胁 你说如果我不去松岛 就一起死 而我本来打算 把南宇镇给我的票 挂在番茄市场上卖掉 你还没删掉那个应用 我删了 你这混蛋 我收到一百条消息后 就直接删了 车一仔突然停住了 这里是松岛 如果李思音说的 关于门票销售的事是真的 那么展览会上 会有比车一仔想象中 更多的猎人频道的人 他提醒自己 他是作为波涛工会的秘书来的 自然 以他现在的状态 无法应对突发状况 一个普通秘书 不能对猎人使用记忆消除魔法 虽然李思音之前还配合了一下 但在他现在这种不悦的状态下 即使车一仔试图以秘书身份汇报 他很可能也会无视他 甚至假装不认识他 凭借李思音 那臭名昭著的记仇个性 他非常不可预测 在这种敌对和危险的环境中 李思音的合作至关重要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 必须把像麻花一样扭曲的李思音 给拉回来 首先 我得让他冷静下来 可是怎么做呢 车一仔向来不擅长安抚别人 过去 他或许能更容易的 解决朋友间的争执 但那都是裂逢日之前的事了 他已经记不清了 在作为剧的那段时间 他根本没有余地去安抚任何人 因为大多数冲突都通过拳头解决了 对手通常都会采取服从态度 唯一安抚过的 只有他的妹妹或朴夏恩 夏恩 他的脑中灵光一闪 是的 他可以像哄朴夏恩那样 哄李思音 毕竟李思音 没有朴夏恩那么善变 想到这里 车一仔觉得希望就在眼前 车一仔稳住了声音 松开了防毒面具 虽然李思音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 但车一仔的扑克脸 几乎让他立于不败之地 他轻轻地握住了李思音的手臂 思音啊 什么 李思音冷冷地回应 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满 你是不是 还有什么事没告诉我 这家伙 怎么在这种时候这么敏远 幸运的是 李思音并没有推开他的手 车一仔拍了拍他结实的手臂 毅然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摘下防毒面具 第一步 面对面交谈 他想运用哄条夏恩时 学到的技巧 但李思音依然固执 不 我想我们 需要面对面的谈谈 拜托 摘下来吧 为什么 我能说实话吗 我其实也挺生气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得面对面谈 李思音眯起眼睛 那短促的回应满含恶意 摘下面具的意愿 彻底消失了 车一仔紧闭双眼 第一阶段彻底失败了 他忘记了 诚实并不总是最好的策略 这让他回到了起点 别无选择 第一次尝试失败 是正常的 现在是时候 用对付李思音的最后手段了 这也是他最不愿意做的 车一仔动作迅速 一把将李思音拉入怀中 对方结实的身体 紧紧贴合着他的怀抱 僵硬的像被冻结了一样 车一仔把下巴 靠在李思音的肩膀上 咬紧自己颤抖的嘴唇 忍了下来 甜美的气息 轻轻撩动他的鼻尖 幸好李思音并没有挣扎 车一仔才勉强 控制住自己的身体不抽搐 他紧握并松开自己颤抖的手 慢慢拍了拍李思音宽阔的后背 好吧 对不起 最后的手段就是无条件道歉 到他大胆地拥抱对方时 一切还都不错 问题并不在于 李思音没有立刻推开车一仔 反而是车一仔自己的身体 也僵硬了 就像两根紧紧贴在一起的木头 李思音的身体比正常的体温要低 几乎像是一个死人 车一仔突然感到后颈一阵凉意 紧咬住了下唇 紧张地口干舌燥 不 李思音还活着 车一仔不由自主地收紧了双臂 专注于脖梗上跳动的脉搏 咚 咚 咚 他闭上眼睛 感受到那脉搏跳动的有些过快 每当他轻拍或抚摸李思音的背时 他都能感受到那结实肌肉的紧张 以及偶尔发出的低沉呼吸声 那甜美的气味 车一仔的身体触碰到的苍白肌肤处 正微微变暖 显示出生命的迹象 车一仔微微侧头 想再仔细听听心跳声 碰 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向了他的右肩 被这股力量推开的车一仔睁大了眼睛 而李思音则保持着伸手的姿势将在那里 他那黑色的指尖微微全去 两人的目光在这 突然产生的距离中相遇 碰撞 李思音紫色的眼睛微微睁大 车一仔同样吃惊地看着推开自己 却更为慌乱的李思音 转动着眼珠 难道是我抱他太久了 他被李思音的手 推过的肩膀有些隐隐作痛 很久没感受到这种疼痛了 车一仔的身体 几乎不受任何攻击的伤害 他用手掌轻轻揉了揉肩膀 而李思音的目光 则紧紧跟随着他的一举一动 要是换做其他人 被这样一推 恐怕早就飞进了堆积如山的箱子里 甚至可能肩骨都碎了 车一仔私存着 应该提醒李思音推人 是控制点力道 还是假装自己更受伤一点 但看到李思音那不安的神情 反而让他什么话都说不出口 他看起来焦虑不安 推开车一仔的李思音 就这么站在那里 呆呆地看着他 至于最后这一招是否起了作用 尚不清楚 不过 现在安抚李思音 比教训或击败他更重要 好在自己没有摔进那堆箱子里 想到这一点 车一仔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肩膀 显得毫不在意 现在感觉好些了吗 李思音的肩膀微微一颤 过了一会儿 他紧握拳头面露阴沉 讽刺地反击道 你没有学习能力吗 他好心想缓和一下气氛 这家伙却突然攻击他的智商 车一仔本来还轻松微笑的脸 瞬间皱了起来 喂 你现在提什么学习能力啊 你是不是觉得你吐血那件事 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 吐血 正皱着眉回想这话的车一仔 发出了一声短促的惊叹 李思音说的 似乎是当时他们定立契约时 自己曾吐过血 多亏了蛇怪之毒的能力 车一仔已经产生了免疫力 所以李思音的毒 对他再也够不成威胁 他真正担心的是 李思音继续冷嘲热讽 却没有靠近 如果你在这里再吐血 你打算怎么收场 怎么 连收拾残局也要我来处理吗 解药都不管用 喂 思音 车一仔脱口而出 喊了李思音的名字 然后立刻闭上了嘴 无论李思音 多么了解自己隐藏力量的事 他都不能向他透露 自己拥有解毒能力的事情 这实在太可疑了 一种S级的能力 能够立即解毒 并产生免疫力 即使他是个隐藏力量的猎人 这种能力一听就很让人怀疑 短暂的沉默后 李思音不再挖苦 而是紧紧闭上了嘴 盯着车一仔 好吧 眼前这个人 几乎因承受不住毒性 而死在他面前 他被惊讶到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可能后悔浪费了那珍贵的解毒剂 他应该一直在反复思索这件事 车一仔耸了耸肩 不是 真的没事 你的毒已经没那么危险了 车一仔说的是事实 但李思音似乎更加不高兴 他把双手插进口袋里 低声嘟囔 可那个人还是像那样吐血了 我说了 现在不是那样了 我真的没事 我可不想在这里处理一具尸体 车一仔试图反驳 但李思音似乎对听他说话毫无兴趣 相反 他默默地取出了两人注册好的门票 当李思音同时撕下两张票的边缘时 周围的景象模糊了 地面开始下沉 现在出现了一张长沙发和一张桌子 原本充满灰尘的黑暗小巷墙壁 也变成了干净的墙壁和明亮的灯光 转瞬之间 他们来到了一个宽敞的类似等待式的地方 洁白墙纸的墙上 一个个黑色字母逐渐显现 工匠展览参与者等候室 由红一诚亲自创建 每个等候室只能凭认证票进入 请在等候室中等候比赛开始 擅自离开等候室或制造麻烦 可能会根据觉醒者特别法受到惩罚 如果有可能发生骚乱 请撤离到个人等候室 并联系觉醒者管理局 为什么要给等候室划线 车翼仔怀疑地看着墙上显示的字样 和突然出现的等候室 李思英则因为对这个地方比较熟悉 指了指沙发 坐下 这是什么地方 那里写着呢 等候室 车翼仔一人一脸疑惑 李思英补充了一句解释 上次展览时大楼差点他了 为什么 因为有个没礼貌的小子 他脑海中充斥着丰富的聊天记录 自然而然地浮现在脑海中 上面列出的预防措施 都是通过经验学到的吗 上一次展览是什么样的战场 而又是什么样的人 会带他来这种地方 还假装是约会 却用威胁手段 当车翼仔还在迷惑之中时 李思英不经意地嘀咕了一句 他们说这次要隔离我们 所以就弄了个这样的独立空间 像个仓鼠龙 根据他的说法 上次把几个超级猎人仓鼠 关在一个笼子里 导致大楼几乎崩 展览也差点失败 所以这次 他们决定采取 一个仓鼠 一个笼子的政策 不碰到别人倒是不错 但与这个性格扭曲的李思英 独处在这样的地方 也不是什么好事 依然一脸疑惑的车翼仔 坐在了沙发上 李思英抱着手臂 盯着车翼仔看了一会儿 开口说道 你的衬衫 脱掉 看到他朝自己肩膀的方向适宜 似乎是想查看之前 推他的那只肩膀 虽然肩膀时不时地疼痛 但过一段时间会自然痊愈 车翼仔并不想脱衣服 他夸张地甩了甩手臂 以证明自己没事 根本没用多大打击 李思英黑着脸嘟囔 你最好自己脱掉 不然我来动手 车翼仔下意识地 紧紧抓住了自己的外套 喂 你之前也没摘掉你的防毒面具 这能一样吗 有什么不一样的 对李思英而言 毒物显然比力量更具威胁 但这对车翼仔来说 根本没有意义 他觉得一切都无所谓 已经不怕受伤了 他正想着 等等 这家伙还会关心别人受伤 片刻后 李思英从靠背上拿下手 掏出手机 似乎在回复某人的消息 然后转身朝门口走去 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别想着出去被人发现 吃呀 碰 门被紧紧关上 车翼仔盯着门看了几分钟 但没见到任何在打开的迹象 车翼仔终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瘫倒在沙发上 他没意识到自己有多紧张 整个身体都感到疲倦乏力 独自留在这个空间里 车翼仔静静地凝视着天花板 尽管四周寂静无声 但这并不让人感到不安 也许是因为知道 这个空间是安全的 这种久违的感觉涌上心头 一种安稳的感觉 突然 一个他之前没有想过的问题 浮现在脑海 李思英为什么对我不感兴趣 人们总是打着更好地利用他的幌子 不断打探他的能力 他们想知道 他的力量能做什么 极限在哪里 并且会探索一切 但李思英既不提问 也没有试图好好利用他 到现在为止 李思英应该已经意识到 难道在签订契约前 评估对方的能力 不是基本操作吗 问清对方的技能和特征是常识 但李思英对这些毫无兴趣 仿佛李思英需要的 仅仅是车翼仔的存在本身 车翼仔伸开右手 盯着手掌看 淡淡的金色链条 在手掌上若隐若现 他握了握拳 张开在握紧 但那金色链条依旧闪烁着光芒 刚刚冒出来的念头 继续在脑海中蔓延 他是不是知道我是倔 不 这不可能 如果他知道 早就会要求某种交换条件 来保守秘密了 但李思英什么都没问 只是提出了一个不背叛的条件 那么 为什么呢 自从从裂缝中逃出后 车翼仔一心想过上 普通且完美的生活 平静而安稳的生活 每天过得脚踏实地 远离怪物与裂缝 但这样的平凡生活 竟然如此难以实现 让他几个月来 无暇顾及其他事情 然而在某个时刻 李思英却悄悄地挤进了 他这井然有序的日常生活里 仿佛李思英 也是这平静生活的一部分 悄然占据了一个角落 直到现在 车翼仔才注意到这一点 车翼仔的生活里 已经充满了李思英 意识到这一点后 车翼仔久久地沉思 一个黑影静静地站在 小巷堆满箱子的角落里 正是撕下票之前的地方 原本有两张票 现在只剩下一张 他的眼神 追随着空气中的尘埃 转向墙壁 画面一转 从李思英的影子里 慢慢探出一个圆脑袋 正是那个本应在国外出差的 奇迹徐敏基 当然了 他刚触到飞机的闲踢 就偷偷溜回了 绝形折管理局 穿着整齐西装的徐敏基 从影子里爬了出来 站稳后 双手背在身后 抱歉 来得有点晚 我得处理完一些任务 报告 是的 请先接收这个 李思英接过徐敏基 递过来的平板电脑 当他打开屏幕时 异形大大的红色歌特体字母 映入眼帘 据追踪报告 李思英盯着屏幕 徐敏基清了清嗓子 那么 我开始汇报 徐敏基没有看笔记 就开始流利地说话 首先 研究小组重新审查了 西海裂缝发生地沿海地区 所有裂缝测量设备的数据 大多数读数与预期一致 没有显著变化 裂缝打开时 图表上没有任何尖锋 然而 大约六个月前 有一天的读数异常低 当屏幕切换时 显示了记录的读数图表 在均匀的调形图中 有一个明显更低的点 是的 正如您所知 读数越高 裂缝形成的可能性就越大 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低读数 我们甚至咨询了设备的开发人员 但没有得到有用的答案 那么这种情况 以前从未发生过 是的 没错 接着下一张 屏幕显示了 最带着黑色面具的照片 这是唯一留下的官方照片 而不是视频媒体中的低质量图像 李思英用手指轻轻摩擦着面具 迅速翻阅着徐敏基的报告 西海裂缝未重新打开 研究小组重新打开 以关闭裂缝的努力 没有进展 没有发现疑似为剧的觉醒者的踪迹 总结长长的报告句子 一切都是负面的 就在翻动屏幕的手 变得有点粗暴的时候 觉醒者管理局 确认成立具追踪小组 李思英轻声喃喃 管理局的追踪小组 有传言说 规规负责 啊 是的 没错 徐敏基简短地点了点头 我调查了一下 确认是贤西正局长 向规规委托了任务 排名更新一周后 我们获得了他秘密进入韩国的情报 却不属于任何组织 选择以自由猎人的身份 在全球各地活动 政府自然想尽办法 将S级觉醒者留在国内 但潘规敏像尼秋一样滑走 他进入韩国的原因只有两个 要么是客户或任务目标在韩国 要么是因为春节假期 潘规敏每年都会回国吃年糕汤 几乎像是在证明他是韩国人 徐敏基迅速继续说道 在初题完猎人考试后 规规并没有离开韩国 仍在国内 李思英一边敲打着平板屏幕 一边问道 猎人考试最高分者 嗯 如您所知 徐敏基稍微犹豫了一下 当他再次转动屏幕时 两张证件照并排出现 猎人考试是一项艰难的考验 通常每次考试 能有五个人取得满分 然而这次 只有两个人 D级觉醒者车翼仔 和C级觉醒者柳涵白 盯着车翼仔那张绝强的面孔 李思英歪了歪头 车翼仔的记录 按照您的指示 我们伪造了他八年的空白记录 即使他们调查 也找不到任何异常 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说是在节酒汤餐馆 从普通猎人那里 听到了些零碎的消息 这次猎人考试 包括许多 只能由经常进出副本 和猎凤的现役猎人回答的问题 大多数仅仅背诵特殊法律的考生 都失败了 但车翼仔 却毫无困难地通过了考试 李思英低声下达了指示 继续散布虚假信息 确保管理局查不出来 当然 徐敏基沉默片刻 然后小心翼翼地背着手 再次对李思英开口 工会长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可以 我的猜测正确吗 李思英的大部分命令 都有明确的目的 无论是压制某人 还是为了波涛工会的利益 因此 徐敏基执行命令时 从不质疑 然而 自从剧出现在排名中后 李思英下达的许多任务的目的 变得不太明确 排名更新后 第一个任务是追踪剧的下落 这没有被质疑 因为寻找国家英雄 最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徐敏基毫无怨言地执行了任务 但随后 一个奇怪的指令出现了 隐瞒某人的排名 之后 命令接连不断地来 监视目标 汇报一切 保护目标 追踪目标 修改记录 这些不寻常的任务层出不穷 李思英不是会无缘无故 下达这种命令的人 徐敏基非常敏锐 联系各种线索 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尽管话题被省略了 两个人心知肚明 问题所指为何 李思英紫罗蓝色的眼睛 望向徐敏基 徐敏基咽了咽口水 等待着回应 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 李思英开口 证据不足 您是什么意思 李思英关掉了平板的屏幕 黑色屏幕中 映出了他戴着防毒面具的身影 李思英茫然地望着空荡的墙壁 突然开口 还剩两张黑票 我会很快交给你 按计划处理 什么 徐敏基四数张望 犹豫了一下 指了指自己 您是说 给我 除了你这里还有谁 我现在应该在马来西亚 如果我出现在这里 会有大麻烦的 说你提前回来了 只要查一下乘客名单 就会发现是假的 那你就把它丢了 或者放在纪念框里 随你处理 工会长 为什么不把它给浪漫开场白 我太弱了 没法处理这种票 他在医院 什么 他又开门了 等等 工会长 尽管徐敏基焦急地叫喊 但声音小的让别人听不见 李思英无视了他的恳求 拿出了自己的票 将其揉成一团 周围的景象随之消失 徐敏基扭曲的面孔也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整洁的等候室 在等候室的门前 车翼仔蜷缩在沙发上 沙发对他来说似乎有点小 即使蜷缩着 腿也伸了出来 看到他这个样子 李思英不禁想起了 车翼仔曾经爬进那破旧的小房间 让他感到些许恼火 他想告诉红一诚 把这里换成一个更大的沙发 即使李思英悄悄走近 车翼仔的平稳呼吸也没有改变 尽管他平时入睡困难 这一次他似乎睡得很安稳 李思英蹲下来 盯着车翼仔熟睡的脸 然后张开手 将手悬在车翼仔的脸上方 他戴着黑色手套的手的阴影 覆盖了车翼仔整洁的脸 他的头看起来 小的几乎可以用一只手掌握住 即使是蜷缩的身体也显得小巧 他一直这么小忙 在普通人中 他可能算高个子 但在猎人中 他并不算特别高大 当车翼仔微微动了动时 柔软的黑发滑落到他的眼前 李思英轻声低语 车翼仔 他蹲在沙发前 视线落在车翼仔微微张开的唇边 李思英慢慢闭上眼睛 仔细倾听时 车翼仔的呼吸声变得更加清晰 再次睁开眼睛时 他将注意力集中在车翼仔起伏的胸膛 和他时不时轻颤的睫毛上 这是一个珍贵的景象 一个在车翼仔睁眼后 无法再看到的画面 李思英手脱下巴 观察着只能在这片静谧中 找到的一切 而现在 工匠展的会展中心咖啡馆内 觉醒者正在替代普通兼职人员工作 这是因为如果涉及觉醒的人 比普通人更容易处理问题 这种情况不能公开披露 一个金发披肩的女人走进了咖啡厅 她穿着黑色皮夹克 正是蜜蜂 她滑下墨镜 扫了一眼菜单 请给我一杯大杯热美式 喝一杯大杯冰美式 总共两万韩元 荒谬 解酒汤都比这便宜 给你 蜂蜜蜂嘀咕着 递过了卡 好久没见了 大黄蜂 你的口味已经变得很温馨了 一个带着困意的声音传来 听到声音 蜜蜂迅速转过身 寻找声音的主人 在咖啡厅的角落里 一个白色和黄色混杂的头发 半扎着的男人 正翘着二郎腿坐着 她的姿态显散 尽管外表邋遢 举止却像是一个悠闲散步的人 男人率先开口说话 但随后又转过身去 原本为了公众形象而微笑的蜜蜂 在看到他后 眉头深深皱起 什么鬼 龟龟 你怎么在这儿 那个被叫做龟龟的男人 也就是韩国排名第五的觉醒者 潘龟敏 半躺着用嘴含着一根吸管 嘴角微微上扬 还能为什么 买武器呗 哈风蜜蜂冷笑 双臂交叉 别开玩笑了 谁不知道 你被禁止参加工匠展览会 是啊 但如果你有高层的朋友 禁令也可以被撤销 少废话 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什么废话 我真的是来买武器的 郑斌知道你在这儿吗 那要是他不知道 我现在早就戴着手铐了 哪还有心情在这儿喝咖啡 潘龟敏悠闲地晃动着透明的杯子 里面的棕色液体 随着他的动作摇晃 看到浮在上面的米粒 显然他正在喝的是酒酿 蜜蜂不禁打了个寒颤 真是难以置信 他们居然让那个差点毁了 上次工匠展览会的家伙进来了 潘龟敏 也就是龟龟 几乎搞砸了上次的展览 还把郑斌逼得像个 唠叨不休的校长一样 他懒洋洋地放下杯子 装作清理耳朵的样子 嘿 我可不是想打架 那家伙挑衅我 我当然得还击 还有 蜜蜂 当一个韩国人和外国人打架时 难道你不应该支持韩国人吗 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哈 这家伙突然冒出来 还敢叫我叛徒 蜜蜂咬牙切齿地走向潘龟敏 抓住了他的衣领 潘龟敏假装惊讶 举起了装有酒酿的杯子 蜜蜂咬牙低声说 你以为回到韩国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哦 我表现得这么明显吗 该死的 够了 就在蜜蜂从物品栏里取东西时 一声刺耳的警报响起 朕的耳朵声疼 蜜蜂和潘龟敏 同时朝着声音的来源看去 站在柜台旁的 一名觉醒者兼职工人 满脸泪水 手里按着一个鲜红的按钮 蜂蜂咬着牙低声说道 那他妈是什么东西 嗯 可能是你的咖啡好了 他们不用振动提醒器 而是用警报器提醒你 你就会胡说八道 幸运的是 按钮的目的很快就明了了 在警报声还没结束时 一个身影冷静有序地走进了咖啡厅 挂在他脖子上的徽章 微微晃动 嗯 早上好 看到你们俩在一起 真是太惊喜了 蜂蜜蜂缓缓缓地把手 从物品栏里收了回来 潘龟敏微笑的脸也僵着 像死神般 在警报声中现身的郑兵 双手背在身后 笑容温暖 为什么你们不去红一场 那么辛苦准备的休息室 果然 那给觉醒者兼职工人准备的按钮是 一个用来召唤郑兵的呼叫按钮 连李思英都在使用的等待室 为什么你们不去呢 用一句话 巧妙打击了两人 并提及了李思英 郑兵微笑着等待他们的回答 正神色紧张的蜜蜂姑娘 立刻放开了 揪住规规的衣领 试图退后 嗯 我刚才在等待室 只是出来买杯咖啡 我本来就打算拿了咖啡 马上回去 是他先挑事的 是吗 你可以问问这位兼职生 这是基于郑兵对配合的人 比较宽容的假设 做出的借口 郑兵微微眯着眼 打量了一下蜜蜂姑娘 然后点了点头 表示同意 还需要问吗 我相信你 蜜蜂姑娘 成功脱身的蜜蜂姑娘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那我可以走了吗 马修还在等我 当然可以 拍卖会上见 该死的 你真走运 全靠郑兵 蜜蜂姑娘在走向柜台的路上 对龟龟做了个歌喉的威胁动作 而龟龟则笑嘻嘻地说道 真是可怕 潘龟敏 啊 更可怕的来了 龟龟笑容渐渐收敛 软绵绵的止息管 搅动着杯中的甜米露 郑兵盯着龟龟的头顶 慢慢开口道 虽然局长已经解除了 你的入场禁令 你是想告诉我 不要惹是吗 你能理解 真是太好了 当然 大多数外国猎人 这次都会通过电话 参加工艺评展 没有理由惹麻烦 龟龟无谓地多说了一些话 把头靠在了桌子上 抬眼看向郑兵 之前还和蔼微笑的郑兵 现在正冷冷地盯着龟龟 潘龟敏依然微微上扬嘴角 坚定地说道 抓住剧 我会不择手段 如果出了什么问题 你应该能理解吧 这是局长贤熙正的命令 你的布局还不够好 却不会来参加工艺评展 郑兵冷冷地回应道 但龟龟却很坚定 他会来的 你怎么这么肯定 龟龟依然保持着躺倒的姿势 抬起右手 食指指向天空 我非常虔诚地祈祷了 我的祷告可是很灵验的 你知道 我爸是牧师 他咧嘴笑了笑 上午11点 主拍卖会的大厅出奇的简洁 虽然这里聚集了许多富有的猎人 除了讲台后面 红一城竖起大拇指的大幅海报 没有特别的装饰物 看起来似乎是故意没有装饰 仿佛预料到可能会被破坏 讲台右侧是电话拍卖区 中间和左边 则是所有票持有者的座位区 显然 上次的工艺屏展 让组织者非常头疼 因此 他们不仅分开了等待时 还在主大厅里装上了隔断 以防猎人们看到彼此 这简直把我们当仓鼠了 尽管这只是掩饰 但对车翼仔来说 这是个好消息 如果裴元宇认可了李思英 那就麻烦了 他非常感激那个 导致混乱的超级仓鼠 无论那是谁 隔断内只能看到讲台 有一个双人沙发和一张桌子 尽管沙发足够大 能让两个人舒适地坐下 但车翼仔站在沙发后面 因为作为助手 坐在老板旁边并不合适 李思英翘着腿坐着 轻声说道 连头都没转过来 为什么不坐在我旁边 我在这里很舒服 拍卖会要进行一段时间 可能要几个小时 我没关系 啊 李思英支着下巴 短促地笑了一声 你睡得那么沉 我还以为你累坏了 不过看来并不是这样 如果你的腿累了 告诉我 我会让你躺下 该死 车翼仔皱了皱眉 自从他在等待时小睡了一会儿 李思英就一直在旁敲侧击 他自己还叫他不要去别的地方 就待在那好好休息 但还没等他反驳 拍卖就开始了 拍卖师在讲台上 敲下了拍卖锤 感谢各位猎人出席 现在 工艺品展正式开始 第一件拍品是一件S级配饰 形状式耳环 具有火焰抗性 兵抗性 和精神力增强选项 红一诚坐在讲台一侧的软椅上 双臂交叉着 打着瞌睡 当身后的保镖在他耳边低于时 他终于清醒过来 从库存中取出了拍品 那是一对相有红色宝石的耳环 红一诚睁开了困倦的眼睛 金色的图案出现在他的瞳孔中 李思英轻声说道 仍然没有转过头 红一诚是世界上唯一的S级工匠 他拥有最好的东西 也就不足为奇了 即使他受到系统的青睐 那是鉴定之眼 当红一诚的手指扶过耳环时 红色宝石上浮现出蓝色猩猩般的字符 与票上的字符相同 猎人接过耳环 小心翼翼的将他放在桌子上 红一诚失去了兴趣 闭上眼睛再次打起瞌睡 拍卖师提高了嗓门 工匠的雕刻已确认 现在开始第一场拍卖 起拍价为十亿 车一载盯着李思英的身影 后者似乎没有举起拍卖牌的打算 已出价三十亿 现在每次加价五亿 三十五亿 拍品逐渐被拍卖出去 时间也悄然流逝 但李思英始终没有举起一次拍卖牌 不清楚是没有他喜欢的物品 还是他在等待什么 沉默了一会儿的拍卖师 露出了神秘的微笑 他原本充满活力和坚定的声音 悄然低了下来 大家肯定都知道红一诚的特质 七线完工者 一种奇怪的特质 工作效率和速度 随着七线的临近而提高 后排的人开始忙碌起来 到目前为止 红一诚做出的最好装备是S级 但他从库存中取出的物品是 介绍一下 自裂缝之日以来 人类双手打造的手剑S加级武器 一把巨大的长矛 非常像去使用的那把 车一载的指尖微微颤抖 李思英似乎短暂的回头看了一眼 但车一载无法一开视线 目光紧紧盯着巨大的长矛 和正抱着他的红一诚 在检查了他制作的武器后 红一诚抬头 用鉴定之眼扫射了下方的地面 他们的目光似乎碰撞了一下 因为拍卖取消 他突然把长矛扔了出去 站起来抢过拍卖师的拍卖锤 大喊道 随着珍贵的手剑S加级武器 从讲台上滚落 人群发出尖叫 但是等候 拿着这个 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粉末 洒了出去 大厅很快被厚厚的黑烟笼罩 前方什么也看不见 人们的低语声似乎也被烟雾吞没了 在被困在这片寂静中时 车一载终于回过神来 他环顾四周 却什么也看不到 只有一片黑暗 不安感逐渐爬上了他的脖子 李思英在哪 他得赶紧找到他 因为他拿着进入等待室的票 就在这时 咕咕地上传来一声奇怪的声音 在什么也看不见的黑烟中 站着一个白色光滑的 像个呆呆的鸟一样的东西 这是什么 仿佛在回答车一载的疑问 那只鸟展开了他的瓷翅膀 大声啼叫 窩窩 疯了 这是只鸡 不知不觉间 他和那只鸡已经脱离了黑烟 站在一座高大的石墙大门前 墙的那一边是一座高高的瓦底 这里既不是泉州寒乌村 也不是民俗村 那这座瓦房是怎么回事 他茫然四顾时 轻轻地碰了碰 那只呆头呆脑的鸟 嘿 你是什么 这里是哪 咕咕那只鸡仿佛在回答 用顿嘴啄了啄大门 大门敞开 露出一片宽阔的草坪 和一座宏伟的瓦房 院子一角 还有一个大窑炉 而在瓦房的主廊上 躺着的正是红一诚 他用手拖着脑袋 嘴里叼着某种扁平细长的东西 仔细一看 原来是跟人身条 他们的目光相遇了 红一诚迅速坐起 洒出粉末 制造了烟雾 并通过一个呆头呆脑的瓷鸡 绑架了别人 但此刻气氛却显得轻松愉快 这家伙 可不是普通的疯子 他不仅仅是有点疯 当车一仔 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站在他面前时 红一诚再次拍了拍身旁的位置 快 坐在我旁边 我没事 我站着就好 快点 坐下 瓷鸡摇摇摆摆地走过来 拖着一个蓝色的垫子 他跳下了廊台 用顿嘴 开始啄车一仔的脚踝 车一仔担心 鸡的嘴会不会断 只好坐在垫子上 屋檐尽头的风铃 发出清脆的响声 红一诚单膝抬起 轻描淡写地说道 抱歉把你带到这里来 但我有点急 这不算是绑架吗 嘿 我很快就会送你回去的 绑架听起来太严厉了 红一诚大笑着 把吃完的红身条包装 随手丢在身后 我该怎么称呼你 叫你秘书就行吗 我们之前见过吧 是的 在洗手间里 简短地见过一面 对对 你是李思英的秘书 对吧 是的 没错 叫我金秘书就好 好 金秘书 红一诚随意地挥了挥手 似乎并不在意这个名字 事情是这样的 这里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进不来 所以你可以随意说话 这里是我用心打造的宝贵房子 放松点 好吗 放松 令人不寒而栗 这个情境看起来很可疑 蓝语镇也是借着散步的借口 把他带到了一个僻静的森林 才说出惊天动地的话 当车一仔在脑中计算着逃跑的距离时 突然被红一诚凑过来的脸吓了一跳 车一仔本能地向后退了退 红一诚清澈 几乎疯狂的眼睛上 出现了复杂的金色图案 那些图案似乎在不断伸索 未解读的字符不断出现和消失 那感觉就像刀子刮过他的皮肤 令人毛骨悚然 车一仔咬紧牙关 正准备抓住红一诚的脖子时 红一诚不眨眼地说道 在你的库存里 对吧 我做的东西